这构井到现在一千八百多年 可以近距离来看一下啊 很有水 这构水井在史书上曾经记载过 东京有一位史学家叫做西早齿 当时呢写了本史书叫做《襄阳奇旧记》 当时对于这构井呢有一个详细的记载 说襄阳有孔明故宅 有井 身五丈 广无齿 名曰 额井 这构水井当年打的时候身有十五米 快是有边形的青石栏杆 修成了六边形 所以把它改名叫做六角井 以前不叫这个名字 对 最早叫阁井 诸葛亮的阁 那么找到了这构井 在晋朝的时候 咱们这个地方就开始修建五侯祠 这个地方一直历朝历代在被维修 那么这构井一直历朝历代在被使用 井是地表下方的物件 它的位置也不可能轻易去移动 那么找到了井 井就可以成为判断诸葛亮的草库位置 非常重要的一个佐证 找到了井 房子不会太远 水井和房子绝对是在一个原罗内 好来看看眼前这个建筑 三顾堂 三顾堂这个建筑 清朝康熙58年 公元1719年的时候修建 为了纪念刘备三顾茅库 诸葛亮龙中队所专门所修的一个纪念堂 三顾堂门口呢可以看到有一部队联 两表筹三顾 一队足千秋 两表 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 一队 著名的龙中队 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筹些报答刘备的知语之 而他所作一队龙中队 足以能够流传千秋完蛋 在这儿咱们还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演绎 看看门口的三个柏树 刘冠章三个人他们是骑马过来的 那是马拴哪 一人拴一棵 一人拴一棵 刘冠章三人的拴马树 这三个树并不是当时留下 平均树林三百多年 后期补栽的 根据三个树树红的掌势 和刘冠章三来请诸葛亮时的心情 后人有一段演绎 首先看看上面那棵树 树红往门里拧着 树往茅庐方倾斜 这个树穿刘备的马 为什么 刘备当时来龙中的时候 心情很极限 求贤若渴 理贤下势 这个树的姿态 表明了刘备当时理贤下势的姿态 往前倾斜了一点 离达最近的一个树红比之往上涨 这个树穿关羽的马 关羽正直终以刚正不阿 树红比之往上 离达最远这个树红往外拧 树红稍稍稍往外倾斜 当时张飞一直瞧不意诸葛亮 骂诸葛亮是一件山野村夫 因为三哥树红的长势不同 刘关章三连请诸葛亮时的心情不同 后人演绎了这么一道故事 这个铜像是身高一比一的比例打造的 关羽身长九尺 张飞身长八尺 在咱们这个四月中旬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一个景非常的漂亮 就是关羽张飞身后的一个树 目前可以看到 还有星星点点的这么几朵 这个是什么呢 中华木绣球 绣球花 在完全盛开之后 满纯白 然后花朵 满口那么大一朵 非常的漂亮 特别在落花瓣的时候 你会看着关羽张飞 站在那那个底下 那个意境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绣球花也有一百多年了 刘备呢 刘备在里边 在里面是吧 对 咱进去看看 他们在门口等着呢 对 关羽张飞非常巧合于诸葛亮的 所以他俩在门外面等着 那么刘备呢 跟诸葛亮 就相当于在这里 呈现出了他们 公元207年 见面之后的一个场景 在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 右手边是刘备 订阅诸葛亮 刘备当年诸葛亮二十期 刘备是一个将军 诸葛亮谁的书生 那可想而知关羽 赵飞什么巧合诸葛亮 这还是形容可原的 因为年轻型型数比较大 第二型数比较大 整个这个草炉的建筑面积 463.5平米 分有前厅后请 一共两个院落 所以整个草炉 好比是后人为诸葛亮搭的 豪华版的别墅 可也这小院挺好的 这个两进院 然后院子的前方 还停了那么一辆车 诸葛亮娶青 用了一个药婚车 诸葛亮引起他老婆 黄月英的时候 黄月英这个人很有智慧 当然他也是为了考验 诸葛亮的一个要求 说取亲当天 黄月英他提出了 不沉船 不骑马 不作教的三步挑 想为了考验诸葛亮 但是诸葛亮也就根据 寿金的牛拉扎末款 而想到打造出来的 这辆牛车 咱们说这个车呢 在后取亲之后啊 也就成为了 诸葛亮出行的一辆 私驾车 相当于现在奔驰宝马 这个档次的 咱们把它契成为叫什么 叫牛奔 所以人们把诸葛亮比作是什么 比作是高富帅啊 诸葛亮是有房有车 身长八尺相貌甚伪 还是有满多现在的女孩 责偶的一个标准啊 主要是有财 对 这房子都挂了两间院 前院两间相绑 中间是草堂客厅 租草堂穿过去之后 后下就是诸葛亮和他分的卧室 一进两院前进后请 进去看一下 这是诸葛亮家的客厅 里边的话呢 我们在这儿也可以看到 有一组辣像 咱说诸葛亮经常在这儿 也是高风满座啊 这叫什么 谭笑有红如 往来无白丁 诸葛亮家里边这些朋友 其实就是给他带来信息的人 这个后院的话呢 是有两进院 中间有一间饭厅 一间书房 一间卧室 典型的两室一厅 这是两进院 前面一个院 后面一个院 对 月儿还是很大的 前年的11月份 当时在咱们这个地方 其实也拍过一期综艺节目 青春环游记 对 就是贾林 带着他那 小团队 小匪 他们的 对 然后这个 来到这个地方 拍了一些东西 为什么那个橘子是真的 哪个橘子 哪个橘子 这个橘子就是 游客放的 我的橘子应该是游客放的 发霉了吗 因为它是厂开式的 应该游客放进去 但是真的是有个橘子 对 有 有